大家好,欢迎来到新书时光。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我母亲是青楼花魁,我父亲是穷书生。 母亲怀孕了,不愿打掉孩子。 父亲散尽家财将母亲熟了出来,将我拉扯到三岁,死于饥荒。 母亲为了给我换一碗五米的白粥,死了。 我靠四处乞讨活到了十五,可谁会娶一个无父无母的乞丐? 于是我洗净了脸,钻进了将军的帐篷。 我随了母亲,长得极美。 行军寂寞,我故意献媚勾引,宋义根本抵抗不住。 他将我藏在身边夜夜流连。 班师回朝的路上,我怀孕了。 看着他脸上的惊喜,我知道我的后半生再不用四处漂泊,似无根扶平。 宋义打了胜仗,自然全将军府的人都要出来迎接,却唯独不见将军夫人。 听说将军夫人和宋义是青梅竹马结成夫妻,可是来迎接的姨娘少说也有三五个。 听说是她的丫鬟举报,她意图陷害柳姨娘的孩子,被老夫人关了禁闭,等宋义回来发落。 我跟在宋义身边,望着那同样有了身子的柳姨娘,听说她是宋义出征前的那一夜怀上的。 柳姨娘叫柳翩翩,此刻她正站在宋母身边,轻易地挽着宋母的手臂。 柳翩翩的五官很有棱角,眉目满是锋芒,凸起的肚子为她平添了几分温润,中和了她那一脸的算计。 四目相对的时候,我轻易捕捉到她眼中一闪而逝的轻蔑。 都是耍手段抢了别人的丈夫,她又凭什么看不起我? 这小小的一个眼神,我和她的两子便结下了。 娘,阿瑶腹中已经有了我的孩子,我想将她那禁服。 这是宋义见到宋母说的第一句话。 人家姑娘肚子里有了你的孩子,自然要给她一个名分。 宋母拉着我的手,粗糙干燥的指腹在我手背上抹撒,让我很不舒服。 柳翩翩的脸色已经变了,她肚子里的是宋义的第一个孩子,我肚子里的是第二个。 如此一来,便产生了竞争关系。 她盯着我的肚子,眼睛眨得很慢,不知道在算计什么。 我将衣服拢了拢,却叫宋义以为我老,她解了自己身上的披风围到我身上。 这小小一个举动,却让周围人都变了脸色。 柳翩翩尽力维系着脸上的表情,却将原本漂亮的小脸挤得扭曲可步。 我挪开眼神,听说怀孕时看谁看得多,孩子就会和那人长得很像。 义儿,你既然回来了,就去看一看府中的罪妇,当真是无法无天,做出这种阿扎事。 宋母的眼神有意无意地往我身上扫。 我知道,这是她的警示敲打。 我脸了脸眼神,做出一副顺从的样子。 这将军府真不是一般的大呀,房子里装着池子、亭子、花圃,真叫我开了眼界。 将军夫人被关在最角落的那处破败的院子里,和这华丽别致的府邸格格不入,却又独树一帜。 宋母贤晦气没有来,却嘱咐我要跟着宋义。 宋义抬手推门,又嫌弃地撵了年纸间的挥。 慕婷,是我看错你了,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。 听到宋义的声音,坐在石凳上的女人缓缓抬眸,满目凄凉。 将军夫人是典型的江南美人,眷烟眉下寒情目,我见有脸。 可惜爱错了人。 我在心中感慨,几年夫妻,宋义进门,根本没问他解释,就给他定了罪。 年少情深,不过儿耳。 男人都是贱皮子,你爱他,他是你如草芥,你不爱他,他反而挖心挖肺地对你。 将军,夫人是冤枉的,将军明察呀。 一个小丫鬟冲出来,跪到宋义面前磕头鸣冤。 是翠竹亲口说的细节,还冤枉了你们不成。 翠竹,你还愣着做什么,还不拉下去长嘴。 柳翩翩立声道,从他身后走出个穿牙绿衣上的丫鬟,抬手就是一巴掌。 他就是翠竹,看长相就是个不安分的主。 小姐对你这么好,翠竹你到底有没有心? 说话间,他又挨了一巴掌,鼻中有鲜血涌出。 真是晦气! 柳翩翩摸着隆起的小腹,一开了眼。 他做这些事情,也不怕报应到自己孩子身上。 慕婷,你还有什么话说? 宋义走到将军夫人面前,他也不抬头,只是心疼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小丫鬟。 一袭淡薄白衣,在风中和其凄凉。 你犯下这些事,府中的事物就交给翩翩处理吧。 验在往日的情分,我罚你仗则三十,在这院中带到阿瑶生完孩子,你可有什么意义? 宋义道,将军夫人抬头看了我一眼,神情麻木。 显然早已不在乎宋义在那多少个女人进门了。 说实话,我不相信这样眉目慈合的女子会害我腹中的孩子,但我和他非亲非故,没必要烫这档子浑水。 两名守卫将慕婷架起来,他也丝毫没有反抗。 视线下移,他腰间挂着眉雕花白玉佩倒映在我瞳孔中,那花样纹路和我记忆中的那眉一模一样。 仿佛被雷击中天灵盖,我整个人止不住地颤起来。 我不会记错的,我不会记错的。 夫人他,是我念了半生的救命恩人。 阿瑶,你没事吧? 宋义连忙将我扶住,我窝在他怀中,大口喘气才缓过境来。 将军,是你的儿子在抗议呢?他才三个月,见不得血腥。 要不这三十丈,就免了吧,就当是为我们的孩子积德了。 在旁人看不见的角度,我握住宋义的手,在他掌心画圈圈,他好似想到了什么,整个人瞬间绷紧。 宋义我拥在怀中遮丑,轻渴俩生,不自然道,既然阿瑶都这么说了,这三十丈,就免了吧。 你这罪妇最好是安安分分待在这里,莫要再出来害人。 夫人已经死心,却还是叫宋义的话似得脸色惨白。 我多想去抱抱他呀,但是我不能。 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,被宋义拥着走了。 我转头扫过柳翩翩的脸,他狠狠地瞪着我,似乎在怨恨我抢走了他的男人。 不过一抱还一抱啊。 晚饭时,宋义拉着我坐在他身侧,柳翩翩眼中笑意泯灭,我分明看到他暗地里掐了翠竹一把。 翠竹连忙上前,将鸡腿夹到宋义碗中,壮似不经一般碰了碰宋义扶着碗颜的手。 将军,吃菜。 我支招下巴,似笑非笑地看着打扮精致的翠竹。 明明是个丫鬟,却打扮得跟主子一样。 柳翩翩的心思无非是,趁我怀孕,将翠竹推到宋义身边分宠。 可只要我这张脸还在,便能宠爱不衰。 我捂着嘴做了个呕吐的假动作,宋义便斧着我的背满脸关切。 我摇了摇头,壮似虚弱地朝宋义撒娇道,这鸡肉干涩,好难吃。 宋义连忙将碗中的鸡腿夹到我碗中,我咬了一口,又将鸡腿退了回去,宋义也不嫌弃。 我抬眸看向翠竹,故意在眼神中加了一抹挑衅。 看着翠竹那因为极恨而扭曲的笑脸,我没忍住,扑斥笑出声来。 宋义抬头迷茫地看了我一眼,我顺势靠在她怀中,朝着翠竹在空中轻点。 这丫头一双黄豆眼,生得真讨喜。 翠竹长相清纯,有点小家碧玉的味道,就是那双眼睛小了些。 不过她五官也小,倒也算协调。 她也自认为长得不错,才能干出卖主求荣的事来。 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爬上床,做主子吗? 如今我将她那一双眼睛单拎出来做个笑料,便叫她断了念想。 我这么一笑,就算宋义有那个心思,也拉不下这个脸。 翠竹狠狠瞪了我一眼,哭着跑了。 到底是被前竹子宠惯了的奴才,一点委屈都受不得。 我心中无比畅快,但我还是拧着眉,趴在宋义胸口,一脸自责道,是阿瑶的不是了, 好好的一顿饭,惹得刘姐姐不开心。 一个吓人而已,莫要伤了自己的身子。 宋义捏着我的手安慰道,转头冷着脸警告柳翩翩, 你的丫鬟,好大的气性。 看着柳翩翩咬碎一口银牙,恨不得将我撕了的模样,我微微勾唇。 目的达到了,我推开面前的碗,表示吃饱了,想出去走走消消时。 宋义想陪我一起,我推开他的手,让他去处理自己的公务,不然晚上熬夜,第二天又要头疼。 看着宋义一脸感动地看着我,我压住心中的笑意,抬手亲密地在他脸颊拍了拍。 我在将军府中走走绕绕,在去别院的路上碰到了提着食盒的下人,想来是给夫人送饭的。 主子 下人朝我行礼,劝我避开点,莫要沾染了晦气。 我怎么可能会觉得晦气? 食盒给我吧,我一会顺道放在夫人门外。 我摆摆手,想给他行个方便。 这,看着下人一脸为难,不愿上前的模样,我好似明白了什么。 把食盒打开,我看看。 我让身侧的下人拦住他的去路,自己则走到他身侧,一把掀开食盒,几只压抑已久的绿眼苍蝇从里面冲出,一股馊臭味迎面而来,熏得我捂着嘴干呕几声。 好日子过多了,越发地浇灌起来。 我将盖子盖上,谁让你这么做的?竟然敢欺负到主子头上。 主子饶命,主子饶命。 我就是个送饭的,我什么都不知道,什么都不知道。 那丫鬟是个胆子小的,我不过拧了拧眉,他便扑通一声跪到地上,抖得跟筛子一样。 我已知道,他不过主子眼里的一条贱命。 冬窗事发之时,用来顶罪的。 看他下成这副模样,我摆摆手,让他走了。 知道怕死,接活的时候怎么就不机灵点呢? 我弯腰捡起食盒,能嚣张到这个地步的,左右不过一个柳姨娘罢了。 我去厨房,想找点干净的东西给夫人送过去。 却被告知,已经过了晚饭时间,就只剩下几个白面馒头。 白面馒头也不错,能顶饿。 我装了几个馒头,叫丫鬟提着,走到了夫人的别院门口。 温润的烛光将两人包裹,夫人正在帮他的小丫鬟处理伤口,好看的毛子在橙红的光芒下炼焰着水光。 眼前的画面和十年前的重合。 我与起而抢食,被揍得一身伤的时候,也有人这样为我上过药。 他的那钉银子,让我撑过了丧母的哀痛和最难熬的时光。 我敲了敲门,那粉衣上的丫鬟按住夫人的手,起身走到了门前。 看见我时,她眉头拧紧,插着腰,宛如保护保护小兽的母兽。 你来做什么? 我们夫人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 哪里还值得你们处心积虑来害? 我讨好的将手上的石盒递过去,厨房没有。 我话还没说完,就看见那小丫鬟手一挥,将我手中的石盒打翻。 石盒盖子被摔开,还带着热气的白面、馒头从里面滚落,沾上了灰层。 我们姨娘好心好意来给你们送吃的。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。 我要去告诉将军。 伺候我的小丫鬟气愤地吼道。 粉衣服的小丫鬟好像被吓到了。 他明白,若是宋义知道这件事,夫人又会受罚。 好了性,我拦了拦自己的丫鬟,蹲下身子心疼地看着地上的馒头。 挺大哥,还是惊面的,闹饥晃的时候,能救命的。 若是当年有这些个馒头,或许我还有爹娘护着。 我将馒头捧在手中,张嘴响咬,却被一双纤细白嫩的手拦住。 我抬头,夫人的脸倒映在我眸中,或许怀孕之后矫情起来了。 那些年,受过的委屈,齐齐涌上心疼,眼泪不断地从涌出,砸到夫人手上。 她好似有些惊慌,手足无措地帮我开始眼泪。 这馒头脏了些,但是比馍饭好了不少。 红玉还不跟顾姨娘道歉。 夫人朝红玉小丫头立声道。 那小丫头也被吓到了,慌忙道歉。 我摇了摇头,小丫鬟这么激紧是件好事。 我看夫人吹了吹馒头上的灰就要往嘴里送。 我连忙拦住,抽烟道,我去厨房给姐姐拿些干净的来。 夫人从小紧抑郁时,吃了脏的,坏了肚子怎么办? 馊饭都吃过了,还怕这些。 夫人一口咬在馒头上,朝我笑了笑。 我扭捏着被夫人拉进屋子里。 我看着夫人腰间的玉佩,软着声音问道。 姐姐,你这腰间的玉佩,我好像见过。 你的意思是,你见过我。 夫人勾唇笑了笑,嘴角现出两个好看的梨窝。 她说,她腰间的玉佩是她祖母给她的,这世上独她一个人有。 其他的我已经听不进耳朵了,我已经找到恩人了。 我每晚会偷偷给夫人送些吃时,这些日子夫人的脸不似以前那么凹陷了,圆润了不少。 我让兴在边上等着,自己折上了桥,漫不经心地往池塘里丢鱼时,看着水中倒映的翠绿身影,不禁勾唇。 我走到水池边,故意探着身子去看那只头上有一点黑的小鱼,听着游远极近的脚步声。 主子 一股力道从背后袭来,我整个人朝池中扑去,淹入水中,扑天盖地的池水朝我涌来。 我穿得厚重,衣服浸满了水,拽着我整个人往下沉。 池水涌入口鼻,强烈的窒息感朝我袭来。 快来人啊!救命!救命啊! 听着幸生思历劫的吼声,我有些感动,决定日后对他要再好些。 我在水中扑腾着,池水冷的刺骨,被人捞起来的时候,我整个人都在发抖。 先得到消息的是柳姨娘,等宋义赶来的时候,翠竹已经被乱棍打死了。 翠竹吃了我下的药,死前疯疯癫癫地说了好多话,他将错都怪在了我头上,说要不是我的话,他现在已经是主子了,这是柳偏偏答应他的。 我什么都没说,只是瑟瑟地缩在宋义的怀中。 这里是将军府,宋义是将军,我不说,这些话自然会有人告诉他的。 我要做的,只是给他搭个梯子,将军,你把夫人放出来好不好? 夫人和我饿死的姐姐很像,我想让姐姐陪着我。 其实我根本没有姐姐,宋义也知道,但他也没有指出来。 他或许已经知道错了吧? 呵,夫人被放了出来,他看着我的眼中好似有责备,他好像知道我是故意落水。 可这又怎么样?孩子不是还在吗? 我摸了摸肚子,似在向他他道歉。 当天晚上,我便觉得浑身发热,口干得要命。 眼皮像是被人粘住似的,有千斤重,怎么也蒸不开。 模模糊糊间,我好像被人浮起来,温热的水味到我嘴里,又在我躺下的时候将我整个人用被子包裹的严严实实,捂了一身汗出来。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,宋义守在我床边,夫人呢? 对于我睁眼就问夫人这件事,宋义好似有些不悦。 我抬手帮他抚了浮凝起的眉,软身哄道,一睁眼就能看见将军,阿瑶好生开心。 我嗅着宋义身上砖属于柳翩翩的桂花香味,脸了脸眸中的饥讽。 夫人守了你一夜,我叫他先去歇息会。 宋义听了我的话,这才满意,回答了我的问题。 果然,我抬眸看向宋义,他呀,怎么配得上这么好的人? 翠竹已经死了,柳翩翩自然也会受到惩罚,再加上柳翩翩的月份已经大了起来, 已经不适合府中的事物。 我能猜到,柳翩翩自然也能猜到。 我嗅着桂花苏里那几乎难以察觉的藏红花味,这是夫人出了别院,赏给大家去去煤气的。 就连这个他都要坐手脚。 这孩子他若是实在不想要,我也可以帮忙。 做完一切,我换了身干净衣服,静静地等着以学溃败的那一刻。 莫约太阳快落山时,柳翩翩房里的丫鬟的惊叫声不断,我悄悄开了窗户,一盆又一盆的血水让人心里发出。 柳翩翩的孩子没了,是个已经成型的男胎。 我翘着手,指负妈撒,欣赏着指甲上刚染好的单扣。 身子被这么狠狠地折腾了一番,柳翩翩已经很难再有身孕了。 她醒来后又哭又闹,非要说是夫人害了她的孩子。 宋义将她拥在怀中,捏着手软声安慰。 我伴着夫人,站在旁边低垂着眉眼,将手轻轻搭在凸起的肚子上。 害了别人的孩子,我会遭报应吧? 是她? 就是她害了我的儿子。 柳翩翩看着我,却拿手指着夫人,眼中尽是想将人淡肉食骨的怨毒。 夫人生性善良,不会做这种事的。 我想要跪在地上,被秃肚子挡着,有些艰难,宋义有起身的架势,却被柳翩翩缠住手。 将军,你要替我们未出事的孩儿报仇啊。 夫人将我扶了起来,她几倍挺直,挨莫大于心思,她已经不在乎宋义相不相信她了。 将军,柳翩翩尖锐的声音,刺得宋义皱眉。 我会尽快查明,给你一个交代的。 宋义将柳翩翩推开,站了起来。 许是之前冤枉了夫人,她心中有愧,这次居然没有直接定罪。 你还在犹豫什么? 就在这时,大门被人猛地推开,老夫人手上还缠着佛珠。 她冲进来,一巴掌将夫人的头打偏过去。 你这毒妇,自己生不出来孩子,就要害死别人的孩子。 我是造了什么孽,有你这样的儿媳妇。 送官,把她给我送官。 老夫人的手在夫人身上,不停地掐捏。 我看着心疼,侧身挡在夫人面前。 娘。 老夫人的手即将打在我肩头的时候,宋义一把握住了她的手。 儿子的家事,不劳您费心了,儿子自会处理好。 宋义端起了将军的架子,她娘也不敢说什么,咬着牙布甘心递走了。 我早就准备好了一切,那藏红花本就是柳翩翩自己买的,宋义要查,也只能查到她自己头上。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,柳翩翩的姑父是当朝宰相。 那日她姑父就在浙江军府中逛了一圈,拍了拍宋义的肩膀。 当天晚上夫人就被关进了柴房,宋义拿了根鞭子,说要替自己未出生的孩儿出气。 鞭子划出风声,抽在夫人的脊背上,留下道道血痕。 我心中不忍一开眼神,手扶抹着肚子,在眼中慢慢勾勒宋义的身形。 她真该死。 眼看着夫人扑在地上,眼神涣散,我慌忙挡在夫人面前,将军夫人受不住的,收手吧,将军。 她害我孩儿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收手? 宋义挥鞭,鞭子从我的眉骨划过,火辣辣地疼。 我没有想到最后是柳翩翩叫得停。 多美的一张脸啊! 她站在我面前,牵起我的下巴,仔细端向,你生的孩子应该也很好看吧,她会叫将军爹爹,叫我娘亲。 我明白柳翩翩的心思了,面色发白,你若是放了夫人,这腹中的孩子便是你的。 她本来就是我的。 顾瑶,这是你欠我的。 柳翩翩陡然加重了力道,我深吸一口气满满呼出。 宋义看着我,似有所思量,拉住柳翩翩的手,翩翩当心伤了我们的孩儿。 她说这话的时候,却是看着我的肚子,这个男人根本没有心,他最爱的,根本就是他自己。 夫人会被他们害死的,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 我回到房中,将衣柜里面的衣服用力扒到地上,看着底层静静躺着的一枚绣了字的荷包。 我捏着手中,将红玉换来,让她将东西送去三王府,夫人便有救了。 我坐在房中,闭着眼睛,我母亲是明洞四海的青楼花魁,常人千金才能与之对饮谈心。 三王爷慕名而来,少年王爷风流倜傥,我娘动了心。 三王爷更是一掷千金,只求美人亲手绣的荷包。 天天这时皇帝病重,三王爷回京前,给我娘许诺,荷包绣成之时,便是她来迎娶之日。 我娘等阿等,绣好了荷包,生下了我,死了丈夫,断气前都没有等到。 三王爷早已妻妾成群,哪里会记得那几叶风流。 如今,为了夫人,我便赌上一赌。 我坐在房中等阿等,终于等来了三王爷,也不枉我将那个荷包天天带在身边。 他是借着来将军府做客的由头来的,我出门恰巧和他撞上,他看到我的瞬间,眼睛都直了。 他看到我的时候,应该什么都明白了,因为我长得实在和我娘太像了。 我脸上挂着泪,跪倒在宋义面前,求将军放过夫人吧。 夫人是无辜的。 一个阿渣祸,跑来乌王爷的眼作慎。 宋义有些慌了,生怕宅门的阿渣是挡了他近身的路,一脚将我踹倒。 我尽量护着肚子,但还是有些隐隐作痛,我咬牙忍住,夫人重要。 三王爷眼中划过一道怒意,又不动声色地压下。 继而转身看向宋义,似笑非笑道,宋将军的后院,看起来有些不太平了。 闻言,宋义连忙弯腰回话,说来惭愧,不过女人争风吃醋,还是不要脏了三王爷的眼了。 人家还怀着运呢,还不把人扶起来。 三王爷话音刚落,宋义就连忙将我扶起,扶住我手臂的手却在暗暗用力,好似在警告我,不要说什么不该说的话。 还真是巧了,本王最近就爱看这些,图个去。 三王爷看向宋义,摆明了要掺和一手。 宋义没有办法,只好将三王爷带到去柴房,却也暗中叫人给柳翩翩传了信,所以一行人走过去的时候,柳翩翩主仆早已不见了踪影,只有躺在地上满身伤痕的夫人。 宋将军好大的胆子,竟然在府邸里对自己的正妻动用私刑。 三王爷突然逆了脸上的笑容,历生喝道。 纵然宋义上过无数次战场,也被这阵仗唬得冷汗淋漓。 战场上只管杀敌就是,朝堂中全都是看不见的刀子,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惹到了什么人,就没了性命。 更何况三王爷是当今圣上最亲近的胞弟,他若是想让宋义死,不过是在皇帝面前说几句坏话的事。 三王爷不知道,这女人心思极其歹毒,害了姨娘肚子里快要出生的孩子。 宋义件事情藏不住了,忙将夫人推出去顶锅。 哦,三王爷挑眉,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,你这姨娘不是好好的吗? 宋义招了招手,让人把柳翩翩叫过来。 我忙跟红玉打招呼,让她去请大夫。 半炷香的功夫,柳翩翩才被她的丫鬟扶着慢慢走过来,想来是身上的血污耽误了点功夫。 真是让人好等。 三王爷坐在椅子上,看着跪在地上一脸虚弱的柳翩翩,丝毫没有让她起来的意思。 王爷有所不知,妾身刚刚小产,行动有些迟缓了,还请王爷恕罪。 柳翩翩找了个借口糊弄过去,三王爷也不好揪住不放。 只见她饶有趣味地看着柳翩翩,你说你是被她害了腹中的孩子,可有证据。 回三王爷,妾身是吃了夫人送来的糕点,才失去了孩,事后也找人咽了糕点,里面却有藏红花无物。 柳翩翩自然不知道三王爷为何回来将军府,又为何要管这档子事,但是王权在上,她也只好乖乖回话。 你说糕点里有藏红花,谁知道是你是不是你自己吓进去的。 三王爷果然对后院的把戏知晓透彻,一猜便猜中了事情的原委。 王爷明察,柳翩翩被吓得面色苍白,朝三王爷磕头道,我断然不会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啊。 宋义也在旁边帮腔说不可能。 我只是说出自己的猜测,你这么激动做什么? 三王爷似笑非笑地看向柳翩翩,似乎已经将人看了个透彻。 来人,去查一查,将军府中到底有谁最近买了藏红花。 三王爷挥了挥手,吩咐了下去。 在等待结果的这段时间,洪玉也将大夫请来了。 我连忙,让他去看看夫人身上的伤。 柳翩翩翩看向我们,眼中尽是不甘,但奈何三王爷在他面前站着,也不敢多事。 三王爷的办事效率很高,很快就查到了我早就准备好的证据。 柳姨娘,虎毒还不四子呢? 三王爷将证据砸到柳翩翩身上不由分说地给他定罪送官。 冤枉啊,王爷,真的不是我做的,我只是想陷害夫人。 柳翩翩的眼睛看向我,一脸激动地想要说些什么。 却只见三王爷悄悄地做了个手势,柳翩翩就被他的人抹了脖。 温热地血溅到我脸上,将我眼中的景象染得一片星红。 我白眼一番晕了过去。 这样狠狠折腾一番,还好三王爷请来了宫中的御医,才帮我保住孩子。 至于柳翩翩,没人会为了一个侄女和三王爷作对,她的死自然被掩埋了下来。 夫人呢? 我抬眸问姓。 夫人伤得不轻,夫人的爹娘听到消息,来将军府了,搬走了夫人的嫁妆,还要将夫人接回去, 不留在这儿给将军作践。 说到爹娘的时候,姓的眼中浮现出一抹羡慕。 她的身世,我听说过,她家有五个孩子,她爹娘卖掉了四个女儿,只为了养活好不容盼来的儿子。 等以后你有心上人了,我就是你的娘家人,不要你的父母,你还惦记着作甚。 姓泪眼汪汪地看着我,我拍了拍她的头,让她扶我去见见夫人。 走到夫人房门口,便看见穿着华贵的男人,一脸怒容地指着送意, 我好好的女儿就是让你这么遭见的。 她身侧抹泪的女人,长得和夫人气氛相似,应当是夫人的娘亲了。 亲家,你消消气,消消气。 这是说来怪我,叫婷婷受了委屈,日后我肯定好好补偿她。 我老婆子在这里发誓。 老夫人全然没有面对夫人的嚣张气焰,谄媚地笑着。 她当然不会放夫人走。 这老太婆一直想她儿子娶个官家的女儿,但自己一家子却又靠夫人的娘家养着。 真的是将厚颜无耻展现到了极致。 怪你,我女儿都要被你们打死了。 我还敢把女儿留在你们这里。 今天说什么我都要把女儿带走。 男人态度十分坚决,说着就要去开夫人的房门。 岳父,是我错了。 一直一言不发的宋义,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男人面前,是那柳翩翩太过可恶。 蒙蔽了小婿的双眼,求岳父岳母再给小婿一次机会。 我保证从此以后好好地对待穆婷。 她娘可能没想到,但宋义绝对想到了。 若是穆婷就这个样子被接了出去,明早她宠妻灭窃的消息就会传遍大街小巷。 她往后要想再攀高枝可就难了。 你给我滚开。 夫人的父亲想绕过宋义,却被她拦住,始终跨不过去。 你还要不要脸。 木骂声中,房门被人猛地推开,宋义眼中闪过一丝光彩。 老夫人却比她的动作更快,冲到夫人面前一把抓住夫人的手。 婷婷啊,你快给你爹娘说说,说你不走了。 往日是我的不对,我在这里跟你道歉。 老夫人嘴上说着道歉的话,脸上却没有一丝诚意。 她只想将夫人留下来,将将君府的财神爷留下来。 爹娘,我不走,我要留在这里。 夫人说话时,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。 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一个人再将君府受苦,可是两个身处黑暗的人,有一个能逃出去也算是好事。 更何况我早就习惯了黑暗,可夫人不一样,她还有爱她的爹娘,顶好的家事,和宋义和离后,她的未来一片光明。 你是不是疯了?被人打成这样,你说你不走。 夫人的爹娘,恨恨地盯着她,眼神里全是恨铁不成钢。 亲家,孩子们的事,我们还是不要插手得好。 老夫人见夫人说了肯定的话,眼角的褶子都快笑出来了,推扫着俩位老人到前厅喝茶去了。 平儿,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 宋义满脸动容,看不出来是真心还是假意。 行了,老夫老妻就别腻歪了,你知道错了就好,快跟着娘去陪陪我的爹娘,他们现在正在气头上。 夫人看着被宋义握住的手,眼中闪过一丝闲雾。 阿瑶,站在哪里做什么?快过来。 夫人朝我招招手,笑得很是温柔。 姐姐,我眼睛有些酸,是我不好,将姐姐害成了这副模样。 这哪能怪你,怪就怪我自己眼瞎,爱错了人。 夫人感叹道,姐姐,你该走的。 我摇摇头,浙江军府就是个吃人的地方,夫人这样单纯的人在这里,会被吃得只剩骨头的。 我截然一身倒是无所谓。 我走了,你怎么办? 你还怀着身子呢? 夫人柔和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,好似有烟花在我脑海中绽放。 夫人抬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,一如我娘亲在世时那般。 我舒服地眯了眯眼睛。 夫人的爹娘走了,却也留了一手,他们收回的金银珠宝再没有送来。 每月的银钱也是按时给到夫人手上。 浙江军府里的人早花夫人的钱,大手大脚惯了,宋义每月的月宫还不够养他剩下的几个女人。 这府里就算是宋义,想要花钱也只能来问夫人要。 我倒是还好,有夫人宠着,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,生产前夕我已经被夫人养得像个球一样了。 这期间三王爷也来找过我,想要打听一些母亲的事,私人已逝,愧就又有什么用呢? 我将母亲的话带给他,承诺的东西,昔儿已经给了,愿王爷你儿女成群,平安顺遂。 三王爷如今这副样子,倒是达到了娘亲的期盼。 我将娘亲弟死状描述给他,看着他那副痛不欲生的模样,我心中方才痛快。 我就是见不到他过得好。 我要生产了,肚子里阵阵地抽痛,像似要将我整个人撕裂一般。 加油啊,再使把力。 产婆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。 夫人在旁侧牵着我的手,宋义在外面等结果,觉得男人进产房晦气。 难道他妈不是在产房把他生出来的吗? 我咬紧牙关,憋着一口气,折腾了半晌后,随着什么东西的滑落,我整个人轻松了起来。 是个男娃,快去告诉将军。 产婆抱着孩子兴奋地跑出去领赏。 宋家有后了,宋义高兴地赏了产婆不少银子,但她没有银子,产婆最后还是来找夫人要的钱。 夫人开心,也没有计较,大大方方地赏了银子。 这是夫人赏你的,明白吗? 我看着产婆那副笑得合不拢嘴的模样,强调道。 总不能夫人花了银子,好名声都叫送一转了。 知道,知道,夫人是有福气的人。 产婆说着奉承的话,我这才罢休。 你呀,还真是小孩子气。 夫人用手轻轻点了点我的额头,一脸称怪。 我撅着嘴,一副食小杏子的模样。 夫人,快将孩子抱来,我还没仔细看过他呢。 夫人将孩子送到我手里。 姐姐,我们有儿子了。 我低着头看着怀中吐泡泡的小人。 夫人俯下身子,同我一同逗弄着怀中的小人。 孩子三岁时,宋义又有了桃花韵,她如了老夫人的怨攀上了高枝。 死了丈夫的长公主看上了她。 我买通了公主府的下人,打探到了一点消息。 据说是两人早就苟合到了一起。 宋义多次向长公主提出想要求娶的事,但长公主迟迟没有松口。 她是公主,当然不可能作妾。 夫人只是商家的女儿。 长公主嫁过来,夫人必然要给她腾位置。 我看着穿着小马甲的糯米团子在院子里跑着闹着,思绪拉远。 娘亲,你在想什么呢?这么出神。 小糯米团子爬到夫人身上,张开小手在我眼前晃了晃。 从你母亲身上下来。 我皱眉喝赤道,夫人本就体弱。 没事。 夫人笑吟吟地搂着糯米团子,一脸宠溺。 姐姐,你太宠她了。 我无奈道。 夫人这副样子,让我坚定了要保护她的决心。 一个丞相夫人的侄女都能害得夫人没了半条命。 若是再来一个长公主,我们怎么还会有活路? 姐姐我腿有点骂,我想四处转转。 我软软知会了一声,起身拐了几个弯走向厨房,厨房里炖着宋义的汤药。 这几年宋义身子亏空得厉害,靠这些汤药养着。 我趁没人注意,将手伸到药罐上面,准备抠下指甲中的药粉。 却被人猛地一把抓住手。 阿瑶,你在这里做什么? 我抬头看向夫人,脸上全是做坏事被人逮住的惊恐。 夫人掐了我一把,我才稳了稳心神,答道,我来看将军的汤药,还了煤,趁热给他端过去。 这要要多熬一会,功效才好,你要是闲得慌,就陪我说说话。 我被夫人一把拽进屋子里,拉着洗干净了手。 阿瑶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 你毒死了一个将军,就算是三王爷也保不住你。 夫人则被我莽撞,这是我早有打算。 夫人将事情给我细细讲来,原来宋义喝的药,只能短暂地提升精力。 但会强烈地耗费自身的精血,如此一来,宋义只会越喝越虚。 雪球越滚越大,我们只需要暗暗等着雪崩的那一刻。 宋义没辜负我们俩的等待,还没娶到长公主,自己的身子掀垮了。 长公主自然是一脚踹了这个没用的男人,宋义加重了药量,补到最后瘫在床上,离不开人了。 夫人觉得他在的地方有骨子臭味,就让人将他搬到他当初住的别院里。 老夫人骂他没有良心,是个毒妇,被我让人送去伺候他儿子了。 照顾自己儿子,他岂不是乐意得很? 眼不见为净,我们俩的日子更加舒坦。 希儿长到七岁的时候,三王爷生了肠重病,三王妃找到我们的时候,人已经不中用了。 这些年,他明里按理给希儿送了不少的东西,希儿喜欢他得紧,在他床前哭得比他几个儿子都要真切。 我想过要来找你母亲,但是皇帝说,若是我见到他,便是他的死期。 三王爷手中紧紧捏着我娘秀的那个荷包。 可他还是死了,如是为你,我娘可能也是高兴的。 我听着希儿的哭声,心中有怒气,恨恨道。 我知道我不该对一个将死的人说这样的狠话,让我做不到心平气和。 我环顾四周,我看着身旁,三王爷的子子孙孙。 当真是儿女成群,一身顺遂。 可是我娘亲死得又是何其凄惨。 是我错了,所以老天爷惩罚了我。 三王爷费力地叹了口气,我要死了。 三王爷看向我,眼珠浑浊,已经有些不聚光了。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,他想做的,无非就是求一个原谅。 想听我亲口叫一身爹,可是我爹早在栽荒的时候就死了。 我这半生蹉跎,让我不能替小时候的自己说出原谅的话来,更叫不出一身爹。 三王爷眼中蓄满泪,期待地看着我。 我牵着希儿的手都在抖,但是我还是说不出那个字来。 三王爷的呼吸越来越弱,眼神也越来越暗淡。 外祖父,希儿捏紧他瘦得只有皮包骨的手,用力地唤了一声。 三王爷的毛子里重新聚起一些光彩,他抬手慈爱地在希儿头上摸了摸,又无力地垂下。 三王爷到死都捏着那枚荷包,他想同我娘合葬,但我娘已经和我爹葬在一起了,他还是睡在他的皇陵里吧。 希儿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,夫人和干爹干娘哄了他好久,他才好了些。 夫人的爹娘已经将我认作干女儿了,我和夫人算是真的姐妹了。 性的心上人我看过,是个很老实的小伙子,我给他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妆。 她的丈夫很疼她,她嫁得好,我也开心。 她生了个女儿,长得像她,越长越讨喜,希儿也喜欢和她玩。 夫人说要不要给希儿订个娃娃亲,我笑着摇了摇头,感情的事现在说还太早。 操心这么多作甚,还不如去看看大漠的风雪。 希儿九岁的时候,宋义死了,她和宋义接触得少,没什么感情,眼泪还没三王爷死的时候掉得多。 夫人到底心善,给了钱,让她风光下葬了。 宋义她娘的日子也不好过,没权没事,她那张嘴说话又带刺,家里的家仆老是欺负她。 我和夫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恶人自有恶人魔不适。 希儿有了喜欢的女子,姓的女儿也早就嫁了人,我们俩家始终没有断了来往。 每到一定的时候,姓总会给我们送来一筐笔蜜甜的香桃。 吃了嘴里像蜜一样甜,倒也不枉此生了。